在寒水家里我们清华的古典政治群可以说非常热闹 但在熙熙攘攘的游客当中 在这里一二较之间北山之路有这么一个屁镇的所在 那就是我身边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它其实是我们清华历史上四大国学导师王国为先生的纪念碑 而且纪念碑背面刻的字迹也可以说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在纪念碑背面有这样四句话 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立千万四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就是这一段被摸黑的字迹 它其实是我们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所有大学精神的核心写照 也可以说是关于大学精神的标语中最有意义的一条 这块碑之所以这样有名 第一是因为王国为先生的学术地位 他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鼻祖 同时也是清华的国学四大导师之一 但这块碑的设计本身也同时是大家云集 撰写它的碑文的是另一位国学四大导师陈寅确先生 而整个的碑式则是由梁启超先生之子梁思成先生设计的 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立千万四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先贤教会捐客以此 让我们清华学子时刻铭记心中 保有一种自由的大学精神 追求和奉献吧 我觉得是自由 精神自由学术自由 鼓励学生去自由地求知吧 求知创新 就是行顺于盐的这种作风 不要只是夸夸其谈 要实实在在地做事 1927年6月2日上午 王国为离开清华园内西院18号住宅 坐人力车到颐和园 在雨藻轩投水而死 遗嘱说 五十之年 只欠一死 经此事变 亦无再辱 当时只有七岁 跟随父母居住在清华园西院的杨振宁 听到王国为自杀的传门后 得曾和同学在王国为先生家门前徘徊 这段印象深刻的经历 被他记录在了作品《曙光集》中 王国为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矛盾人物 他在清王朝已经被推翻的情况下 却曾出任清朝废地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成为一个两袖清风的五品朝官 1925年 王国为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与梁启超、陈寅雀、赵元润等 一起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 留有人间词画、曲禄、观塘吉林等知名著作 等等 火砂 whoever会启饵 什么事 这就很有什么想念 ей说 檢 Natomiast